哈囉 大家好 我是VOGUE美容編輯正方 大家每天早上起床的時候 會不會有說被自己嚇到啊 因為皮膚會怎麼樣 會水腫啊 或者是膚色暗沉 還是皮膚很油 或者吹了一整個晚上的冷氣 皮膚變得很乾 怎麼辦 我們馬上就要去上學上課啦 最多人遇到的問題就是膚色暗沉 韓國的女明星 Tiffany大推 她自己很喜歡用的一款面膜 就是這一款Penacure的凝膠面膜 我自己也研究了一下 在IG上面啊 大家都說它是什麼面膜 是老人面膜 或者是喪屍面膜 因為它一塗在臉上 大概等了20分鐘 30分鐘 它就會慢慢慢慢的乾掉 乾掉之後啊 你的皮膚如果你稍微動一下 它就會開始有一條紋路 所以看起來就像老人一樣 那有什麼功能呢 它裡面東西很簡單 就是一個凝膠跟一個精華液 你使用的時候把它打開來 精華液倒上去 然後搖一搖 搖一搖 把它搖均勻之後 它裡面就會附一個刷子 你就沾這個刷子 開始在你的臉上慢慢涂 慢慢涂 涂完之後呢 你就等它乾 可是這個它慢慢乾的時候 其實你會覺得皮膚就是有一種隱形的拉力 一直把你不斷的往上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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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它其實就是用完之後啊 用把水洗掉之後 你的皮膚就是往上拉體變得很緊 然後皮膚變得很光澤 然後毛細孔也變得比較小 所以韓國女明星 Tiffany 說它叫做重生面膜 就是你敷完之後 皮膚就重生了拉 你就可以很光鮮亮麗的化個妝 去上班上學了 接下來啊 很多人有個問題就是 我明明就睡了八小時啊 可是為什麼第二天起床 還是感覺睡不飽 皮膚就覺得很疲累 到底該怎麼辦呢 其實維密的超模米蘭達可爾啊 她自己有一個很厲害的秘密 然後也是她結婚當天用怎麼樣喚醒皮膚的方法 她都用什麼呢 就是她都用一個CORA的噴霧 這個是玫瑰的保濕噴霧 那其實米蘭達可爾 她自己是一個很重視養生的人 那因為她自己也很喜歡化妝啊 保養 她覺得她在市面上找不到一個她滿意的保養品 索性她就自己創立了這個CORA 其實現在歐洲蠻多就是吃素的人 她們也很希望自己用的保養品是純素 這瓶噴霧其實也是純素可用的 那怎麼用呢 她其實在化妝之前早上起來 她就直接拿這個玫瑰保濕噴霧 噴灑她的皮膚 因為她的這個噴霧非常非常的細緻 所以那個噴霧一噴到臉上 整個皮膚就醒啦 你看分子非常非常的細 而且味道非常非常的香 比蘭達可爾在婚禮前 都是這樣子在喚醒自己的皮膚的 還有一個問題啊 就是大家起床 臉就會有一種水腫的感覺 那其實讓我自己啊 在工作的時候 常常敲一些女明星女藝人來拍照 她們其實一進攝影棚 第一個工作是什麼 就趕快拿混混 在那邊一直嚕一直嚕一直嚕 就是消水腫 其實女藝人真的很在意臉部水腫的問題 我自己啊其實比較沒有水腫的問題 可是我有拋拋眼跟眼袋的問題 那怎麼解決呢 其實也是用滾輪 像我自己蠻喜歡這家的滾輪的 因為它有這麼小隻 非常好攜帶 那怎麼按呢 其實就是如果是眼袋的話 就從眼睛下方輕輕的往上 滾一下 滾到太陽穴 再滾一下 其實這個滾輪啊 它冰冰涼涼的 也有一些冰鎮的效果 然後像你在使用這些滾輪的時候啊 有一個很重點 就是你不可以用力 因為你一用力就是會按壓 擠壓到皮膚 所以就是輕輕的滾 你看眼袋的這個地方滾完之後呢 上面這邊也可以 往上輕輕的滾 往上輕輕的滾 不要太用力 大概早上兩邊滾個幾分鐘 大概三分鐘吧 輕輕的那個眼袋跟泡泡眼 就會不見了 還有一件皮膚起床的問題 就是皮膚好乾 像好萊塢女明星Elsa 她就覺得其實不管你擦多少 化多少的妝 重點是其實素顏才是最漂亮的 那怎麼樣讓自己素顏最漂亮呢 就是皮膚的保濕度要夠 她就是拿這個路德青的這個保濕水凝霜 她其實也是一個凝霜的質地 就是不會不是那種很重很難推 也不是那個水水的一推就沒有了 水凝霜的質地呢 她就開始用這個來擦臉 而且因為她很水很好按摩 所以她是一邊擦一邊幫自己的皮膚按摩 眼下按摩一下整臉慢慢的輕輕按 慢慢推一邊推皮膚就醒了 所以皮膚就非常的保濕水感 解決你早上起床乾皮膚的問題 希望我剛剛的分享 能幫大家解決每天早上皮膚會遇到的危機困擾 那如果大家還有其他的美容相關的問題 我們每個禮拜一在Vogue的Instagram跟臉書 都會有美容相關的問題 歡迎大家來投票 然後每個禮拜五的中午在Vogue的YouTube 進行首播 歡迎大家來看看你的問題有沒有被解決 我是美容編輯鄭芳 我們下次見 掰掰